今天小学堂就要再继续带您关心潜舰国造 其实一直都是台湾国防政策当中 很重要的一个焦点 那台湾其实以前都没有建造潜舰的经验 技术有困难 外界大家也都不看好 为什么台湾还是坚持要做呢 其实就是因为连解放军都把潜舰 视为很重要的海军武装 你知道吗 其实海军解放军之前曾经开了一个 微博账号 那么这个微博账号就有把 潜舰视为海军五个孩子当中的老大 那现在算一算 其实海军拥有18艘的核潜艇 另外还有58艘的现代化常规潜艇 共计有76艘 比美国跟俄罗斯都还要多 而且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 都已经是世界前三名 因此台湾的部分 从马英九时代就开始在推动国造潜舰 再来就是蔡英文上任之后 也积极的要投入这样子的一个制造计划 那我们今年就有编列495亿元的预算 要打造这个国造潜舰 现在呢是希望可以在民国大概114年完成 它的外观其实很像日本的海上自卫队最新的苍龙级 内装则是美国的配备 那现在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其实你可以看到 它里头就配有了美国卖给我们台湾的飞弹以及鱼雷 但重点是少了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崛气推进系统 所以缺点就在于作战的时候 在水下必须要去憋气 但能憋多久呢 这恐怕就是一个生死关键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美国 面对中俄近年来不断地壮大他们潜艇的一个实力 那他们压力当然就不小了 现在传出美国唯一一个提供给他们声纳浮标的厂商 在2024年要解散 那是不是表示美国会失去追踪中俄舰艇的这样子的能力呢 这部分可能美军势必要想想办法 要解决这个困境 好那紧接着我们要带您来关心的是 您还记得这个富商吗 这个富商他是去年在法国坠落身亡的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 一开始说他只是站到那个高处去拍照 可是呢就突然掉下去死亡 难道真的有这么单纯吗 现在发现原来他卷入了纠纷 中国企业海航集团 Wayne Jeanne died During a business trip in France on July 3rd After falling off a wall 中国海航董事长王健去年7月在法国坠衍身亡 身后财产遭到移转导致阴谋论四起 如今王健死前关键画面终于曝光 关键是杀手提前到达 放毒放药也没让你们看过 从中国富商郭文贵提供的画面看到 中国安全部副部长陆中伟 在王健逝世的前一天 出现在王健下榻饭店的厨房里 郭文贵称陆中伟现身目的就是下毒 同时还派中国女间谍和王健发生性行为 并让他在文件上签名转移资产 称臣日前去世的董事长王健 承诺要将自己的股份捐献给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 巧合的是画面中的女间谍 其实不久前才因为硬闯川普 在佛州的海湖庄园登上媒体版面 32岁的上海女子张玉静 当时被捕身上有两本中国护照 甚至在随身谍理安装恶意软体 疑似进行间谍情报活动 郭文贵去年底就曾在纽约高调召开记者会 直指王健命案的真凶就是中共 虽然真相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但从曝光画面来看 王健在此中国高官女间谍都参一脚 恐怕不是意外两个字就能说明 在这期晚上的报道